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炒短线的一个真正魅力是什么 在加密货币的世界当中呢 大概有这么两类人啊 第一种人呢就是长期投资 比如说尤其是投比特币 很多人可能真的是买入之后呢 就忘了这件事 然后一直放着一直拿着 比如说得到的这个罗振宜 对吧 他的这个新闻采访 好像说他买了200多颗 然后人家从来都不看 然后一直拿 反而很多时候过个三年五年八年 他的这个收益是远远大于很多 做短线的 或者说一直在加密货币当中 天天研究的啊 别人辛苦巴拉的 可能最终赚的倍数 反而不如像很多这种人 买入之后就忘了 包括之前像那个真还赚的 罗永浩对不对 当时买这个比特币 也是花了一点钱 后面的话 突然之间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这种呢是典型的 其实就是一个囤币者嘛 这种囤币者呢 就他对整个加密货币 他只对这个比特币 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认知啊 他知道比特币 可能是目前来对抗通胀的 或者说他的一个投资回报 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标的 所以他们在场外赚钱之后 他就会去买比特币嘛 还有种人呢 就是他除了长期的投资之外呢 他还会去做一些短线嘛 就是做波段啊 如何理解做波段的意义和战略性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讲一讲 首先呢 我先说一下 我目前输给完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方案啊 其实之前呢 在这个过往的视频当中 也分享过好几次 我一直在说 投资是一个动态的 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现在呢 我自己定下来的是这样子的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呢 就是一个币本位嘛 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 也去分享过啊 我们到底是优本位 还是钱本位 还是币本位 OK 那我的终极目标 肯定是一个币本位 比如说我先设定 我想拥有一颗比特币 对吧 然后呢 我想去拥有十颗 想拥有一百颗 想拥有一千颗 我们之前其实 尤其视频也给大家去讲过 拥有一颗比特币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基本上呢 差不多就是 呃 八千多人当中 会有一个人拥有一颗比特币 啊 然后呢 拥有十颗比特币呢 差不多是这个 呃 五万人当中 会有一个人 拥有这个 一百颗比特币呢 差不多是五十三万人当中 会有一个 啊 好像是拥有一千颗呢 是三百五十万人当中 会有一个 之前呢 其实给大家去算过这个 呃 大概的一个比例嘛 这个就是币本位嘛 那我去 我们去昏币圈 我肯定要不断的去看 啊 他给我的这个目标 到底有没有更近 对吧 还是我阶段性的一个手段 所以之前有一个概念 叫一个叫target啊 就包括我们小的时候读书 大家其实都是有这么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target 我要考得我分 但是真正的能够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往前走 对吧 穿越牛熊的 我觉得是一个长眼的愿景嘛 就是purpose啊 其实更多的 我觉得币本位应该是我自己 至少是我自己想要去追求的 OK 所以币本位是我的一个终极目标啊 或者说是一个长眼的目标 那么我的一个配置呢 坦白讲呢 我就会把这个总投资啊 比如说比特币 他就要占我的50% 然后呢 其他的啊 其实也就三代币占50% 为什么这样去划斑呢 因为比特币是我终极的目标 以及比特币呢 他可能会被套 但是基本上他不太会让你亏 他不会让你亏钱 他会让你亏时间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73,000 这一个人73,000买的 那大不了我就一直放着呗 对不对 但其他三代币呢 他跌回去之后 他无法像比特币一样 再回到之前的钱高 所以其他的三代币呢 他的风险性就不如比特 就比比特币高很多 这里的三代币啊 包括以太坊 BnB 首要哪去都算 但是我们为什么 117买50%的三代币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比特币 他的一个市值 对吧 现在1.2万亿 非常高了 然后单客的价格 对吧 再跌也是在5万美金 他未来的一个增长 的一个潜力和倍数呢 他是有限的 那三代币呢 才能够让我们去得到 5倍10倍 甚至更高的一个回报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是 把这个安全性守好 这个比特币 可以理解是打江山的嘛 然后三代币呢 其实是开江批 扩土的啊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差不多就是五五分 然后呢 目前投资的钱里面呢 50%比特币 53% 然后呢 可能如果我以币本位 为我的终极目标 因为可能这个是我的初始资金 比如说我现在拿了100万进来 但是呢 我可能下个月下下个月 对吧 我这个打工赚的钱 工资的钱 创业赚的钱 我还会有额外的这种现金流 那后续的这个钱 我还可以不断的投入到加密货币当中 但是呢 当你投到加密货币当中 我可能就不再会去买三代币了 我就只只拿来去定投比特币 对吧 三代币呢 就用目前你的初始资金在晚 这个是一个逻辑 因为 你不可能说 你每个月再投入十万进来 再投入十万进来 你每次都是再划一半给三代币 因为三代币 毕竟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嘛 那相当于就是可能 比如说我会有搞两个账户 一个账户呢 就是玩三代币 对吧 我用三代 玩三代币的目的呢 就是我通过 我想象就是这个三代币 其实本质上也是我在做业务嘛 我每天通过这个三代币 对吧 去做波段也好 做短线也好 长期的投资也好 其实我赚到更多的USDT 然后呢 到时候我才可以买入更多的比特币 因为一个人再厉害 他场外赚钱的能力总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场内啊 自己就能够去赚一些 我们讲的现金流嘛 无非这里的现金流 可能不就是法 不就是不是法币 而是这个稳定币 一个呢 就是囤比特币嘛 对对吧 你这个后续不断的入井 那你分开管理啊 既这样的一个目的 你都会知道 你可能每个月 或者每两个人都不在 都不断的在买比特币 所以你的这个币文位 你的比特币的数量 会不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哪怕最差的一个情况 三代币的初始 资金被你玩非了 被你全部搞没了 亏了 那你整个比特币 他还是会让你赚的 OK 然后呢 三代币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25%呢 可能就可以来做长期投资 吃这个周期的钱 25%呢 做一些短线嘛 我囤积这个本金的一个资本 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 没有合适的这个时机的时候 啊 那我就拿来做理财 或者打薪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 这两天涨了10% 20% 啊 你去买比特币也好 买三代币也好 跟着不合适 那你就放在理财打薪杯 等机会呗 对吧 简单几个例子呢 就是说 初始资金 比如说是100万 或者10万 那么50万来买比特币 或者5万买比特币 50万来划分 买三代币 然后以后呢 你还会不断的补本金进来 补本金呢 就不再额外的给到三代币了 而是不断的囤积比特币 这个呢 其实是由币本位的思维在指导 相当于三代币 你可能就只有5万的本金 或者50万的本金在玩 啊 当然像很多 可能他投了1000万就来 那他可能会有500万的本金在玩 其中呢 可以一半来做长线的投资嘛 我们拿到这个大牛市卖出 对吧 这个三代币 所以说三代币呢 要一分尾啊 很多人其实如果只是玩短线 啊 他不去 保留一部分的基础仓位啊 去拿周期的钱 他可能最终只赚了百分比的利润 没有拿到这个倍数的一个回报 所以说 这个三代币的份额 我们就说一半 你可以拿来做长线投资 所谓长线投资 就是在真正的这个牛市的主升浪 在拉升之前 对吧 你就去买入 比如说PP啊 或者说AI板块的一些龙头代币 对不对 然后等着这个明年 或者一年半之后的大牛市 到来之后 你再把它卖掉啊 可能就能拿到这个三倍 五倍 十倍这样的一个回报 那一般呢 我们做短线 然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百分之二十来做短线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大家可以划分 那一般做短线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等啊 因为每一次啊 哪怕这个减半后 他可能都有五次八次 这个比特币下跌 百分之五 其他三代币下跌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每次遇到这种三代币下跌 百分之十到十五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买入 对吧 因为尤其像匹匹啊 像这个帽子狗 等这样的一个主流的秘密币 他基本上都能够反弹的比较猛的 等他再涨回来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就吃到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波段的一个利润 这个呢 就是做波段赚稳定币嘛 比如说这张图 就是我在好像是这个前天 前天买入的 五月一号的时候买入的 因为当时那一天比特币下跌的比较严重 压到了五万六 其他三代币也跌的比较惨 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一些 然后呢 在这个五月二号的时候 他开始又回升 对吧 尤其是匹匹涨了百分之三十多 然后算了一下 哎 我那天其实就赚了差不多三千五百四十三美金 OK 这个就是波段赚了一个钱 那正常来讲呢 在真正主生啊 刚刚二十之前呢 应该会有八字十字 这样的一个机会 OK 他还是比较香的 OK 那基本上呢 就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百分之五十的比特币啊 价格合适的时候 我就分批买入 对吧 百分之二十五的三寨币 那我自己是比较推荐 比如说秘密板块 或者说这个AI板块 对吧 就是每一年 他的一个 呃 主打的一些热门的叙事会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呃 秘密板块有哪些 对不对 我WIF FWOKE PP 对不对 然后呢 这Bunk BOM啊 然后呢 AI板块 TAU RND GRT 等等啊 这些 OK 然后的话 呃 百分之二十五来做波段 做波段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 其实就是买这个秘密代币就行了 为什么 很多人做波段 拿比特币去做波段 就非常的亏 因为比特币很难 说有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波动 不太可能啊 所以说当你去做比特币的波段 波段的时候 你就赚的钱 赚的利润 回报就会非常的低 啊 比如说我用一千美金去买皮皮 对吧 我一到每每次下跌百分之十的时候 差不多就能赚一百美金 那如果去买比特币 我可能就赚十美金 或者三美金 那其实啊 因为这波段核心意义就是它的一个波动性嘛 波动性一定要高 但波动性高的话 你还是要找这种主流的秘密币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虽然会波动 但是它还是能冲回来 你别找一些市值两三千万美金的那种 对吧 波动性确实高 给你跌个百分之七十 回不来 OK 所以说做波段的话 其实就像皮皮啊 帽子狗啊 佛奥克啊 Bunk啊 Bomb啊 这些直接这些就可以啊 但呢 这个是主流的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自己来做波段的话 我可能还会选一选这个符文的容易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链上的 除了交易所链上的回合去看 这个呢 可能就是你要天天花时间去看 以及就对币圈的了解要多一些 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其实我觉得就比较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25%的山寨币去投周期的钱嘛 所以你就不会去踏空 对吧 25%的山寨币做短线 又可以让我们的本金变多 啊 影响的状况 可能后面你会发现你这个 啊 山寨币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币啊 都是你做这个短线赚出来的利润 当利润在跑的时候 对吧 你真的就能拿住三倍五倍十倍这样的回报 或者说包括它下跌 57%你也拿得住 这边呢 我还重点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真的是看不起做短线 觉得你这么辛苦 这么对吧 这么繁琐 这种你可能赚的还不弱 我们买入啊 拿住 然后呢 这种赚的要赌 哎呀 因为短线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呢 在大牛市主神让真正拉伸之前 比如说你拿十万来投资 你五万买比特币 两万五买三大币 这种是常常拿的 然后呢 两店五万之后这个短线啊 某次行情下跌的机会里 你赚了10%的波段利润 相当于就赚了2000到2500对吧 你以为你只是赚了2500吗 2500元吗 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2000块啊 你会拿出来 七七买三大币常吃 对不对 然后这些三大币 在大牛市来的时候 是有五倍到十倍回报的 所以呢 你还要给他乘以五和十 所以相当于你这一次 赚了2000块的这种波段的钱 本质上 让你的本金翻了 翻了啊 你懂吗 本来你只有 相当于你这笔钱 你是可以再吃他这个 强线周期的五倍十倍的 所以本账就是一万到两万 那当然 所以说做这个短线的时间节点 非常的重要 你不能说等这个三大币 对吧 像PP都翻了五倍八倍之后 那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短线 因为还是会有 这个下跌10% 20%的一个情况 但那个时候 我们做的短线 你本质上可能每一次 比如说你买1000美金 然后他让你赚了100美金 真的只是赚100美金 而不是说这100美金 他还是能给你赚五倍十倍 这个大家能明白吗 因为一个人场外赚钱的能力 他不是说无穷无尽的 对吧 我是子弹源不断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场内 通过短线 让自己低了更多的本金 这也就是我一直讲的 就是投资加密货币 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个叫动能 动能就是你到底能做多倍 一个叫适能 对吧 比特币假使只能让我们拿到 1.5倍或者两倍 它的动能是很差的 但是呢 我能够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真正主升浪拉升的时候 我从一开始只有10万 我把它变成20万 你本质上你的试能 本金的原始的试能 就从10万变成20万 就是两倍了呀 两倍之后 你到时候比特币 再来涨个1.5倍 你是不是加钱就是3倍了 大家要算这笔账 你单单独去 就是没有试能的情况下 你追求这个动能的3倍 5倍 10倍风险是非常高的 所以其实大老才讲说 get rich slowly 就是为什么 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的本金 对吧 当你这个雪球足够大的时候 当你一个亿 你想想 你一个亿 包括孙哥 每次比如说去交易所 去质押干嘛 对吧 人家几十亿美金一转进来 哪怕只赚5% 10% 都是什么样的天文数字 我们很多时候 又要看倍数 又要看基数 对不对 你散户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 我很牛逼的 我买了100倍 1000倍 你买100倍 你只买了100美金 或者100人民币 你赚多少钱 对吧 人家可能买10万美金 只是一倍的 远远吊打你 只是20%都远远吊打你 这就这个逻辑 在我看来 其实做投资 反而是相对大到之简 比如说 你只要知道比特币的 整个的周期 它的减半的时候 对吧 它接下来的牛顶 熊市 牛市 你大概有这样的概念 买完放着 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 我觉得交易 短线在我看 是交易 交易的复杂度 往往会高于这个投资 因为交易的话 你对标的的 这个判断标准 就会比较关键 对吧 你还要去记录 每一笔交易 等等等等 所以说交易的 这个繁琐点 或者节点会更多 能够通过交易 去赚自己的本金的人 我觉得才是YYDS的 OK 这个就今天的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进 我的付费社群 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主页 能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去里面 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和一些区块链的专业的知识 因为有一些可能不太方便 分享到这个视频当中 感谢大家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